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至民生国方面都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有人批评香港政治体制未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以至出现各种管治的问题 也有人归咎香港人过去缺乏适当的法律教育 以至法治精神无法持守 究竟香港在政治和教育方面正面对什么问题 而港人又有什么出路呢 这场讲座的题目是政治与教育 法治与管治的再思考 主讲嘉宾有两位 分别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宏毅教授 以及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 亦都是香港教育大学前身 香港教育学院前校长张炳良教授 而讲座的主持人是资深传媒人 亦都是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制的主编 陈景祥先生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讲座 我们两位讲者其实真的不用多介绍 我自己是新闻界 我初出道的时候 这两位就是我们经常要找的目标人物 一讲到香港法律、法治、基本法 那找谁呢 那当然找陈宏毅教授 一讲到香港的政制 那时候经常讲叫政制改革 那又民主化又有八八直选 再早点 八八直选我相信在早点未必知道 可能还未出世 已经争取很多东西了 那找哪位呢 就是找张炳良教授 所以两位我相信是经历了几十年观察香港的发展 还有亲身的参与 还有他们也结集成为很多文章书 那我就事不言辞了 我们的程序今天就先向张炳良教授讲 那我都要少介绍 因为张教授最近出了一本书 就叫做 Can Hong Kong Exceptionalism Last 就是说香港这个例外主义 是不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呢 那张教授大家知道他的背景 他是有搞过参与过一些组织的政党 当时也都在政府里面做过局长 也都是做过立法局议员的 那从政经验就不用想的了 很丰富 到底这个管治的再思考 是你有什么心得呢 再思考 为何这个再字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两三年香港我们是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管治这个名词 可能都有些内涵上的变化 那到底在张教授的不限 认为他的亲身经验里面呢 现在我们处身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我们未来应该看这个前景 要怎么看呢 那不如把时间交给张美龙教授 我们先欢迎他 好吗 给多次掌声 好 非常多谢警察 那我尽量希望做一个开题的发言 那一会儿可以对谈 或者回应台下的意见的时候 可以再说多些 的确呢 管治是一个相当沉重 也都很复杂的问题 那内地呢 就比较少用管治 用治理 那其实讲的东西都差不多 就是管理啊 管治啊 甚至如果用比较传统的 就是统治啊 那我就因为 这个活动是香港治中心办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 我想讲一点点 关于为什么要编治 这个东西呢 对我们这个题目都有关联的 我们所谓讲 国有史 地有志 那为什么要编史编治呢 因为 重要的就是要 鑒股资金 为什么要读历史呢 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什么呢 就不是说 我们有个记录 写历史都不是为了记录 写历史最重要呢 就是供后人去看回 而且是知道过去 从而呢 有些时候会明白现在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很多制度啊 文化 包括这个管治的制度 政治的制度呢 其实都是有它的 某些的内在的逻辑的 有它的我们叫DNA 所以我们在学理上呢 有所谓 路径依赖 Half Dependence 就是今天发生的事呢 和过去 你是找到一些脈絡的 但当然 事物是不会就这样去 重复的 那是有很多变化 还有历史呢 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就是不是文字 而是你看回头的时候呢 你越是拉长一点去看的时候呢 你的体会会更加多一点 因为角度啊 深度会有所不同 我们中国人 我们经常讲历史 我们会引 比如说史记 司马迁 那我们说司马迁呢 有支植笔 那就是说写历史呢 包括写字都好 我们是不会避开一些东西的 就是我们需要呢 是得失啊 善恶 我们都要有所描述 不忌讳 也都呢 是不会去被权贵 这个就是司马迁的席 好了 到了宋代 司马江 知智通监 我相信读历史人会知道 这个知智通监呢 这个书名呢 就是宋神宗 就是所谓御赐的 那怎么叫知智通监呢 这个我引起 鑑于往事 有之于智道 那就是说 看回过去历史的成败得失 从而知道 在今天 在当下 怎样治理得好些 怎样管得好些 所以历史是对管治 是有很重要的 那个参考的作用 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呢 我读法国大革命 我也都在英国文学的科 我读了这个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相成记 相成记就是说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如果我们看回法国大革命呢 在当时呢 当然就是革命啊 反革命啊 或者很多动荡啊 镇压反革命啊 后来出现这个 就是恐怖年代啊 军人政变等等 那你看那个年代呢 你会觉得 是很动荡的 是不知未来的 就是有惆怅 有怨气 有怨恨 有希望 有黑暗 有光明 那所以 Charles Dickens 他在那本书 《相成记》 他开始他不是说 我们很多人都引用的 这个是最好的时刻 这个是最坏的时刻 但是他的成段呢 我记得大家看成段 他讲了很多东西的 包括他讲什么呢 我用英文他讲 It was a season of light It was a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a spring of hope It was a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那就是很矛盾的 这就是当代 当时的情况 好了 我们现在二百多年 看回头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比较少去讲那些 我们会看回 在法国大革命 在整个欧洲的历史 在整个世界历史 包括一个共和正体的历史 它弃了什么作用 在历史长河里面 我们看问题 也会跟当代人体不同的 所以历史它是很丰富 它有活力的 每一代人体 都能够吸收到一些新的养分 新的啟發 所以我自己很支持 我们才应该去评香港字 当然我们要看回管治那里 我觉得就要看回 究竟过去香港管治是怎样 我们今天是怎样呢 刚才陈景祥提到我最近出的那本书 是在上个月 成大出版社跟我出 是英文的学术书 是比较长的 当然我会推荐大家看 那本书是写什么呢 它不是单是一本学术书 因为我自己是做工行政管治学的研究 同时呢 亦都是记载了我自己 在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因为七十年代我们一般就说呢 香港进入了一些改革的年代 到现在五十年 那我自己可以说呢 都在那七五十年里面呢 不同的崗位 不同的处境下呢 我也有参与 那我也都加上了自己一些的体会 如果不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呢 你就这样看回一些时候写的书呢 甚至看回一些媒体报道 就是找回当时的报道呢 这个不是一个存账来的 有很多未必是在那个记录里面说的 那我自己写的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说 香港其实是一个非常例外的城市 它例外在哪里呢 英国人管治 不过保留很强的 就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很多的传统 它是一个 好像说是一个非常之开放 就是说 无为而至的经济体 不干预的 但是呢 其实政府在那个生产要素 在地 在人力的资源的提升等等 其实都介入很多的 我们四小龙 其中一个包括香港 其他三个小龙 韩国 入新加坡 台湾 他们的经济发展 和香港不同 还有 香港过去 在未曾回归之前 我听回内地的人跟我说 那怎么处理香港问题呢 因为从来中央都没有放弃对香港主权 那就是香港呢 是内事 外办 内部的事情 用外向外 对外的方法去处理 所以外交的层面 这个是一个很矛盾底下的一个香港 但是你经历那个年代 就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经历的时候呢 你和现在 今天看回头 是很不同的 很多人今天说 我们房屋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做到七十年代 麦里号做总督的时候 那么大兴统目呢 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七十年代 你的阵状不是这样的 当时很多争议 麦里号建公屋 都制后的那个计划 十年那个计划是制后 因为政府内部有矛盾 钱的问题 地的问题 今天收地 不遷不拆 当年都是不遷不拆 其实呢 我们今天看一转头 就看到很多成就的一面 美好一面 但其实当时经历了很多事情 那为什么我提起这些东西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今天 遇到很多问题 如果我们在历史长河 十年后 二十年之后再看回的时候呢 可能成局观察 整个所谓定位 会不同 好了 我们管治 过去两年 我们当然香港发生很多事 也都令到我们觉得 哇 整个城市好像都变了很多了 那甚至呢 有些的报道 有些的分析 包括一些媒体学术分析 就说到呢 哇 香港真是 不太行 香港塌 香港一样都不行 但是很奇怪 如果 因为我自己做这方面研究 我写了一本书 也提到这些 我们看回很多国际上的比较呢 实际不是这么看香港 我用世界银行 它在过去十几年呢 都有一个叫做全球管治指标 Glob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那将世界很多不同国家 不同经济体 香港都要是其中 那就做个比较 那比较是怎样呢 它的六大指标 包括是政府的效能 监管的质素 發声的空间 稳定性 控制贪污等等 我们唯一比较差的在过去来说 就是个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因为我们的体制问题 民主体制的问题 但是我们高过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 议会制的民主政体 我们过去长期高过新加坡 甚至到2019 2020之后 仍然是高过新加坡 好了 其他全部是很高分的 它100分 我们90多分 我们直到2020年 我们在那个世界银行指标里面 我们的评分 是高过OECD 就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数 还有很多其他的指标 我这里不讲了 那就是说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比较少看到的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 很多时候看新闻的报导 集中某个事件 但我说这些事情 就不是说 我们不理那些事件 不理这两年发生的事 但我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要真是 全面地看回我们的管治的时候 应该是多角度一点去看 还有我们一定要问回 我们管治最终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任何的管治的成就 当然管治有得失 香港不是一串利好的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它不是这么说 一张纸里面画了一个制度 设计了一些规定 你就照做 它不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不是这样的 任何制度 它的效能 是同你的制度背后 那套价值观念 那套行事的方法 和当然人的质素 是很重要的 但是制度它会一路向前走的 我们不是后退 所以我们看回香港过去管治 譬如回归之前的管治 我们的历史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就说我们只是看美好一边 都要看看 那到底缺陷在哪里呢 其实香港在70年代以来 不停讲改革 都是说 现在不太好 我们要做一些 要改一些 我们看回去 到今天 可能觉得 都做得不错 但是我们不是说 要走回去 就是等于我们说 民主 刚才警察提到 我自己都算是 在70年代以来 就是从大学时期开始 都不断是 就是 朝着民主的目标 去做一些事 我们不是说 既然香港在回归之前 英国人管治之下 好像一切未好 那样 我们回去 总督的专权 香港当然 往后要走向民主化 走向一个负责的 正通人和的一个体制 我们做大量工作 我们要克服很多问题 我们也都要 知所行止 我们要恩世利道 但是不等于说回到过去 同样 我们说 这个在《基本法》制定过程之后 说 我们的政治体制 管治体制 是用了一个 过去行之有效的体制 这个就叫做行政主导 《基本法》里面 没有这么写行政主导 但其实所指是 但是 行政主导是个概念 但是行政主导 要靠什么制度 什么人事 什么价值体系 去支撑它 这个就是重要的 所以行政主 都不是说 政府说怎么怎么 我做局长 都不是这样的 但当然你做政府 一定有政府一些的见解 你要说服不同的持分者 要推动一些东西 你要为大众的利益 去做事 所以 说回管治的问题 我们今天可能见到很多的现象 发生的事情 我们很多惆怅 但我觉得 我们要能够比较抽离 一方面 我们要走出老黄力 即是说 要用新的角度 新的眼界看问题 但另一方面 也都不要矫枉过正 我们经常说 不要把婴儿 和洗醋水一层倒去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制度它有持续性的 但我们过分强调它有持续性的时候 可能我们太殷勋 我们要有突破 但其实香港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看过去 长期以来 香港人就是 我们标榜的就是 我们很武实的 我们很善变的 我们can do 什么都搞定的 这些可能我们的编制 我们看过去历史 可能又得到这些啟示 所以我先作这个开场 我觉得管治问题是活的 我们靠每一代 有因应这个环境 都可以向前走 好 很多谢张炳梁教授 张教授 刚刚讲到香港志 我都补充了一句 教授有帮我们做我们的专家 就是评审 整个改革开放卷 好了 跟着来 我也要请陈弘毅教授 陈教授 是香港大学的法律系的 讲座教授 我们也刚才说了 有关香港法治 法制和基本法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会请教陈教授 最近我们再重新一本书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 但是 关于近两三年来 香港的法治 无论在制度上 和很多变化都出现了 我们不如请陈弘毅教授 你帮我们看看 再思考法治方面的时候 香港有什么变化 以及如果前景再看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 帮我们做一些分析呢 多谢陈先生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很高兴有机会出席 这一次的座谈 香港地方治 这个计划 这个研究 我都有一些参与 我觉得这个研究香港的历史 对于我们推广 关于香港的法治 或者法律的教育 都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譬如我在港大法律学院教育 其中一个科目 就是叫做Constitutional Law 就是宪法和宪法性法律 我教这个课程的 其中一个课题 亦都是第一个课题 就是讲香港的 所谓Constitutional History 香港的法制 或者宪法和历史的演变 当然原本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也都由鸦片战争 开始讲起 英国在香港建立的 殖民地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是怎么样 又讲到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香港进入过渡期 法制、政制、宪制有什么改变 当然也会讲到 《基本法》的起草 和97年之后《基本法》的实施 我想不少这些方面的史料 在香港地方制 已经出版的部分 已经有论述 当然将来还会有 专门讲这个 法律方面的地方制的 专卷、专策 今天是讲教育 就是和教育有关 就是法治、管治 在香港的教育的位置 或者怎么样 就是在教育的制度里面 在课程里面 推广关于管治和法治的一些理念 我想讲一讲 其实香港关于法律 或者法治方面的教育 相对上是比较缺乏的 相对于中国 或者甚至其他西方国家 都是比较缺乏的 比如中国 小学、中学 都有一些关于法制的 宣传教育的课 令到那些学生 可以认识到中国的法律 或者中国的基本的 憲制和法律的制度 英国 我以前也参考过 一些英国的法律教科书 它不单止有大学 给大学生看的法律教科书 也有给中学生看的法律教科书 英国在A-level 可以考法律教科书 这些问题 香港 我几十年前考的A-level 没有法律教科书 到现在都没有 几十年都不变 所以一般来说 不讲小学生 就算中学生 读到中学毕业 对于香港的法律制度 都可能是 没有什么认识 甚至到大学 都未必有认识 因为大学里面 除了我们法律学院之外 除了有些政治系之外 都不会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课程 所以就算读到大学毕业 可能对于香港的法律制度认识 都非常非常有限 这个我自己个人 就觉得都是 香港的教育制度 在设计上 可能 都没有顾及到 这个法律或法治教育的重要性 近年来 尤其是2020年以来 政府就比较重视推广 关于中国憲法 香港特别人积 基本法 和国安法的教育 我认识 我认识 其实说到憲法 基金法 和国安法 只不过是我们的法律制度里面 其中一个环节 如果只说这三方面 而不想办法 令到学生可以 比较全面一点 整体一点 或者多方面一点 去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 其实都是很不足够的 所谓以偏概全 如果我们香港法律制度 包括这么多不同的部门 有民伤法 有刑法 有国际贸易法 公司法 银行法 保险法 勞工法 很多很多 如果只说 憲法 基本法 国安法 我觉得是 可能 就是学生 读了这些 课程 就是对整个法律制度 都不是说 太过了解 所以我觉得 就是 推广这个法治教育 是需要 全面一点 讲 不只是讲 憲法 基金法 或者国安法 其实国安法里面 很多是刑法的内容 刑事罪行 所以就需要向同学介绍 香港的 或者 法律制度里面 刑事的罪行 是什么一回事 刑法是什么一回事 刑法和民伤法 有什么不同 等等 另外 宪法 亦都不能脱离 一些政治学的概念 去讲 亦都不能脱离 一些对于 时事 或者世界的大事 这些方面来讲 因为宪法 其实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概念 如果要明白什么宪法 国家 英文是state 向学生介绍 什么是国家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香港以前是殖民地 大家都没有这个 没有什么国家的观念 比如我 我讲这个宪法 近年 我都给过一些讲座 给一些老师 我会把宪法 和国家 和公民 这三样东西 一起讲的 世界上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宪法 而宪法 是规范 这个国家里面的公民 和政府的关系 和公民之间的商户关系 而公民 就是组成国家的成员 等于一间学校 有学生 有老师 一间公司 有董事 有股东 这个国家 就有它的成员 就是国民 或者公民 公民和国民 都是同一个概念 英文是citizen 也都叫做national 那么国家的 就是从政治学 或者法律学的定义来说 就当然包裹一些 基本元素 例如这个领土 人民 和这个政府 和国际上 对于这个国家的 的承认等等 我想再讲一讲 就是我们讲法律 讲法治 通常都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概念 例如人权 自由 民主 这些概念 我觉得是需要 比较清楚地 界定 和区分 不可以混为一谈 法治和人权 不是同一回事 法治和民主 亦都不是同一回事 那么有些对于香港的 政制或者法制的批评呢 可能是对于 香港 究不够民主的批评 或者香港的人权 有没有足够的保障 的批评 那么这个和法治 是 虽然有些关系 但是不是直接 是 是 对于 关于法治的讨论 那么所以 我觉得如果是 推行法治的教育 法律教育 也都需要 清楚地去 讲解 法治这个概念 和一些相关的 例如人权 自由 或者民主的概念 的义童 它们有些 可能有一些 重叠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 不同的内容 那么说到法治 我可以追溯回 中国的法家的传统 大家知道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已经有儒家和法家的观念 儒家和法家的学说 那么后来 秦朝 看朝以来 那么中国的法律制度 都是融合了 儒家和法家的思想 其实西方 古代 现代都有法治的思想 例如柏拉圖 阿里士多德 都有法治的思想 到西方 现代的啟蒙时代 当然也都有法治的思想 例如洛克 或者Rousseau 等等 英国 英国 我们以前读法律 就是 一开始说 rule of law 追溯回英国 十九世纪 有一个叫 大士 大说 这一个学者的 法治的思想 如果现在 看香港法院的判例 说到法治 都会强调 这个法律制度的 运作的可预测性 就是说 市民可以清楚知道 什么行为是合法 什么行为是违法 他可以预测到 不同的行为的法律后果 也都会强调 这个政府的行为 需要有法律的依据 如果政府想做任何事 如果影响到市民的权益 要不要法律 很明确授权地做这件事 他做这件事可能就是越权 可能就是违法 当然 法治也都包括守法的概念 需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公民有守法的 这个道德义务呢 因为法律 就是社会成员共同生活 必须的一些 一些规范 就是任何一群人 在一起共同生活 都需要有一些的 道德和法律的规范 这些规范的目的都是 去促进社会成员的 共同利益 所以对法律的目的 法律制定背后的理论基础 就是促进社会成员 共同的利益 英文叫做common good 这个也需要向学生讲解的 法治和民主不同 有些对法治的误解以为 如果不是民主选举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它就不符合法治 这个讲法没有任何的依据 因为法治传统在人类文明 已经存在了2000年以上 中国在唐朝的时候 唐律所以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法律 英国十八世纪 发展出来的普通法 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普通法制度 亦都是法治的一个体现 但是无论是唐朝的时候的中国 或者十八世纪的英国 都没有我们现在说的民主 没有什么民主普选 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领导人 这些即使在英国 都是二十世纪才实现这个普选 难道二十世纪之前 英国就没有法治吗 人权和自由 这个跟法治相关的概念 但就不是一样的 不同的法律制度 对于不同种类的人权 有不同的界限 有些法律制度 是容许多些言论自由 多些集会结社游行自由 有些法律制度 就少一些自由 但是有些法律制度 会提供多些社会福利 一些所谓社会经济的权利 有些法律制度 就没有提供那么多社会福利 所以我觉得 不同的法律制度 对于人权和自由的保障 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 有些国家可能重视一些 经济社会的权利 而不是那么重视政治的权利 有些国家 就是比较重视政治的权利 而没有那么多提供经济社会方面的权利 不如我就说到这里了 好多谢陈文艺教授 先回到张炳良教授 刚刚讲了很多管治的历史 但是很多人 我们今天都想知道 再思考 因为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变化 未来也看得不太清楚 我们讲到管治 通常有四个字 叫做梁正善治 我们最近很多制度的变化 现在十二月都有选举了 接着未来也有新的特首选举 在我们现在新的制度下 梁正善治到底怎么会理解呢 就是我们说我们保障是多了 因为少了 如果多了是哪方面多了 少了是少了些什么呢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这样的角度分析一下呢 好啊 我先讲 梁正善治 其实就在学术界 或者在政界 国际上 都谈了二十多年的了 大抵上九十年到开始 现在在西方 就要环绕着good governance 那个讨论 但其实在西方学界里面 good governance 亦都本身 就是作为一个命题 都很争议 就是有没有叫做good governance 或者提出一个理想的 一个梁正善治的 那些元素 是不是实际上 在现实世界会存在呢 就等于我们经济学上 画一个perfect competition 其实呢 在现实世界 从来没有perfect competition 所以梁正善治 你应该看作为 是一个一把尺 未必是各个国家做到的 但是呢 就是有个目标 你可以做 但最终来说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制度去看呢 就不是单是说 你设计些什么的结构啊 或者 如何产生一些议会的成员啊 政府如何产生 这些呢 如果从系统论呢 就是inputs 就是输入因素而已 但是好了 你产生了之后 是不是真的做了结果呢 那是另一边的 但是呢 很可惜呢 我们世界 全世界都好 我们在近十几年呢 整个讨论的焦点 就是包括我们讨论民主啊 一个比较良好的管治体系呢 往往的重点呢 就放在输入那里 反而输出那里 就是怎样令到国家 或者一个政府 能够真的发挥到的效能呢 怎样充拳到 就是让它有capacity去做呢 反而那里呢 就比较少要注意 这个所谓的gap 就是在今次处理新冠疫情 就看出来了 因为新冠疫情给我们的一个啟发是怎样呢 就不是你的政体是什么 你可以独裁 你可以民主 但是独裁有独裁成功的例子 有失败的例子 民主也有成功 就是处理新冠 但是也有很多是失败的 于是呢 讨论开始慢慢就说 我们不是只看 你那个体制 是不是能够符合 那个选举民主的要求 或者是 这个check and balanc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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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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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教授 我想问 就是关于法治 都是继续的 那因为大家知道 你看也介绍过 我们这几年里面 就法律方面都变化的 尤其是有了港区国安法 那在法治方面 你觉得 怎样能够令到香港人继续 我们有个信心呢 因为大家知道 香港我们有很多支柱的 包括自由经济啊 或者等等 那其中法治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觉得法治这件事 在香港里面 怎样可以令到香港人 在虽然有一些这样的变化之下 仍然我们对我们的法治 我们说是可以投信心一票呢 嗯 其实 正如刚才张米能教授说到 一些外国 国际的机构 对于香港的管治 质素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其实他们对于 香港的法治的评价都不差的 啊 有一个叫World Justice Project 他每年都有 对于世界各国的法治 做一个指数的 排名的有 那香港一直以来都是排名 是在20名以内的 即使是在2020年 去年就是反修理运动之后 那国安法制定的时候 都排我们的香港 法治指数排名都是 世界排名大约18或19 所以世界上是190多个国家 所以国际社会 其实对于香港法治的 评价都是不差的 那市民对香港法治呢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全面的 整体的评价和了解 就是不可以只是看一方面 譬如你只是看 反修例运动的时候 警察有没有使用过分暴力啊 或者对于法院 对于某一些的 和反修例运动的案件有判决 只是看这一两样东西 我觉得就不可能是全面了解 和评价香港法治的运作的 那香港法治的运作 我想最重要就是一些 和这个法制运作的高度透明性 有关的元素 譬如立法 通过立法会 辩论去通过 政府提出任何立法都要很详细解释 他的理据 而立法会议员也可以就着 这个立法的草案提出他们的意见 又例如法院 法院的审讯是公开进行的 他对于每件案件的判决 都会很详细公布一个判词 判词里面也很详细解释 判决的理由 这些都是法治的体现 这些判决的判决 法律制度的运作 包括立法 包括司法 包括行政 香港的行政方面 的效率都不错的 以世界水平来说 譬如香港的贪污很少 这些都是法治的水平 比较高的一些反应 好了 又回到张本能教授 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下个星期左右 应该投票 投票率 最近有些人说 到底应不应该高一点 应不应该有些加权指数 做一下 好了 你观察今次我们来的 对香港来说 是一个很全新的选举 以往我们都没试过 一个新的组别 叫做选举委员会 选举40位 这样的功能组别 地区选举 我们先回到团队 先问一下 投票率 你会不会觉得是重要 或者怎么观察 这个投票率 本身有没有 有什么含义 可以告诉你 还有在这个选举制度之后 你觉得这个 新组成的立法会 到底对未来的管治 是顺畅了 很多人都觉得 好像没什么人反对 是不是真的这样 你可不可以 帮我们做些分析 这个很大的题目 其实我留意到一些人士 是不是可以 不同的选举的界别 可以有一些家权 去量度投票率 我觉得这个就是 没有必要的 因为这样 在国际上 如果说投票率 因为通常有投票 都不像香港的制度 那么复杂 都很简单 地区划分 所以通常 所谓投票率 就是 究竟全民 去参与一个选举制度 它的积极性是怎么样 但是很难 你说 当是从投票率 就讲出 究竟 是不是很热情 或者是很冷淡 因为每一次选举 它受很多因素影响 它受就是 就是说 如果竞选很激烈的 各方面动员 可能参与率又高一点 又或者人民很珍惜 透过选举表达一众意见 我举个例子 在上一次美国的大选 投票率很高的 因为特朗普的因素 支持他 或者反对他 都很强烈的 也都推高了投票率 你说是否投票率高了 所以必然是好一点 或者差了就很难说 要看你那个制度设计 如果你说 我要确保投票率很高的 其实很简单 法定一定要投票 好像新加坡 好像澳洲那样 但是当然我们香港过去 都提过这个问题 但是觉得这个投票 是自由意志 包括你投不投票 都是自由意志 应该尊重那样东西 所以我们社会 没有走那条路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 陷入这个讨论 我对这个改制 当然有我的看法 但是怎样都好 制度改了 那究竟这个新的选拟制度 是不是真的选言如能 就是选出来的人 是不是真的有独当一面 他对公共政策的掌握 他将来真的有力去代表到民众的意见 推动到政府做事 发挥到监督制行的作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那个output那边 就是从一个系统论 不只是看input 当然呢 如果你input不好的时候 有些人都会说 那output也不好的 就是我们好像 我们讲garbage in garbage out 那个说法 但是我希望香港不是这样的 至于说选举委不会呢 就是如果我去解读呢 那当然呢 从中央改改这个制度呢 可能他觉得 就是过去透过地区选举 或者甚至功能选举呢 未必能够选到足够的 就是他认为能够推动到 香港发展的议员出来 那或者有些人呢 他是在专业啊 在各方面很有能力的 不过他又不是善于选举 还是在地区选举 那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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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补充到这方面呢 还有为什么数目会多些呢 那我唯一的解读就是说 就是希望呢 就是说 好了 这个选举委员会 既然他是比较 就是专业一点的 看大局的 那会不会是 能够成为新的立法会 的一个稳定因素 那而希望呢 行政那边 又是能够理顺到 那令到行政立法之间 是多一些的 就是所谓攜手合作 来推动到社会 进一步的发展 那我想这个 是中央的一个良好议员 我想再问一下 你已经说到 就是要看一个结果 那现在这个新的议会 你的前瞻 或者即使猜一下 选取的议员 会不会和以前是不同的呢 议会的生态 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行政当局 会不会有不同的 你估计 现在就很难猜的 不过我觉得呢 如果单线 从那个 选举方式 调整了 那我会觉得呢 就是说将来 在议会里面呢 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譬如 选举委員会会产生的 那很多可能 他说 我是在某一个行业 某一个专业 是很有地位的 包括那些 做研究 做学术工作的人 如果当选的话 那会不会令到 议会 多了这些 这样的背景的人呢 就是说如果那个选举是 主流是地区选举的 那当然 对某些候选人 可能比较有利一些 对其他一些 未比较有利 第二呢 就是因为这个选举呢 照现在来看呢 应该是我们笼统称 就是泛民主派的参业很少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说在将来的议会呢 其实呢 大体上都是建制派为主体的 那变成了建制派 如何发挥到 推动那个政策啊 推动到 配合到的施政呢 那这个就是要观摩了 一过去呢 在回归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说 啊 为什么这个政府有时 做得不够起劲 那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因为立法会拖着嘛 因为有些法民主派 就是不积极 好了 现在我们有少少 好像一个control experiment那样 就是没有了这个因素 那是不是真的有到改善呢 那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又问一问 陈萌毅教授先 我们一直讲法治 很多时候都会将它讲成 就是rule of law 或者是rule by law 那香港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法治叫rule of law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 就我们近几年来 就那个法律好像是 严厉了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就可能很多判决啊 或者審的方式 甚至很多人都对我 因为讲到法律 可能开始好像很害怕 很担心啊 因为以往我们就不是 以前我们觉得 普通的公民 你不犯事就没事了 那现在我们在讲 我们的法治 我们是否真的有一些 好像是严厉了那样的趋势 或者是 这个对香港来说 我们讲法治的精神 我们是否继续维持 以前一直以来那种 比较专业一点 或者比较一般人 我们希望他是守法 但是不需要去到 一个很担心的 或者真的很害怕 有些什么事发生了 到底法律是否现在很严厉 你觉得这个观察 这几年来有没有 这样的变化到呢 我认为法律的实施 都是跟社会的情况 有密切的关系的 譬如如果没有2019年的 反修例运动所出现的 一些很多违法的 和暴力的行为 那政府也不需要 逮捕那么多 就是怀疑犯法的人士 以及提出那么多 检控的案件 譬如其实2014年 大家看回 这个占中之后 虽然有一系列的检控 但是最后都不是说 第一检控的数目 不是很多 以及刑罚也不重 由于占中大致上 都是和平进行 虽然它维持了三个月 对于社会都有很大的阻碍 对于社会的运作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看法律的执行 要看当时的社会的情况 譬如说我们香港有公安条例 对于游行集会自由 是有所规管 这个法例其实没有改变到的 以前 由于一些 即使是未经批准的集会 有举行 那个刑罚是比较轻的 但是近年来 就是反修例运动的时候 所出现的未经批准的集会 那个刑罚 就是法院 就是提高了 这个都是由于 2019年 很多未经批准的集会 最后都演变成为 这个暴力的暴力 甚至暴动 所以法院就认为是有需要 就是增加刑罚 是增强这个法例的阻下作用 当然有些法例是新的 这个国安法是新的 所以有很多国安法 那将来究竟 什么言行是违法 什么言行是不违法呢 由于这个案例 暂时还是很少 所以都还未可以看清楚 究竟国安法应该怎样解释 当然警方在执行国安法的时候 提出检控的时候 可能会用一个比较严厉的标准 但最后 最后这些被检控的人士 是不是真的有罪呢 都要由法院的判决 法院就算是原仲庭判长 可能也都通过上诉 最后去到终审庭 我们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究竟这些国安法条文 应该怎样解释和应用 好的 谢谢 台下有没有朋友有疑问 两位教授好 谢谢你们精彩的发言 我有一个问题 是想围绕着教育 回到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了 就是刚刚陈教授也提到 就是我们在做宪法教育 基本法教育 或者是国安法教育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其他的法律 但是同时教授也提 对于香港本身的中学小学也好 是没有一个比较一般层面的 法律上的教育的 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有机会呢 看过去年国安法推出之后 教育局呢做了一个 像中小学的推广 尤其是小学生 他呢有一个网上的问卷 是选择题 我看过之后呢 我是读法律的 我都要看一看想一想 这个问题要怎么答 我敢肯定的一点 就是说如果没有读过法律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时得答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教育能够有效的 大家都比较容易接纳的去进行 因为我个人的认为就是 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个比较高标准的法治 或者像教授讲的梁正善治 其实人民对这个制度的认可接受 是最根本的 那么教育呢是 让人民对制度认可接受呢 非常有用的一个途径 我希望听听两位教授的意见 陈教授先好吗 关于法律教育的问题 广东话可以了 其实我刚才也大约说过一下 这个是涉及到课程的内容 譬如现在通识科取消了之后 有新的公民及社会发展这一科 这一科课程的内容是包配一些 比如一些基本法或者一些法治方面的内容 就是我自己个人意见认为 它关于法律 关于香港一个法律制度的内容是比较少的 就是它不会要求学生知道 其实我们香港有合同法 有这个刑事和民相法的 有些不同的法律的例子 雇佣 雇佣条例 如何保障 香港有几百万的雇员的权益 这些都没有的 就是它是比较上抽象 就是讲法治 要介绍一下法治 介绍一下基本法 基本法就是当然是说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我们特区的政制 这类的东西 这些是比较抽象或者理论一些 就是其实一些实用的日常生活 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法律 或者法律问题 也都似乎看不到 在那个课程指引里面有说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从法律的内容来说 可以增加多一点 程教授 我也想再问你 为什么当时我们都没有做这件事呢 这个讨论已经很多年了 就是由那时候我们说 回归开始 就是希望香港人 多些认识我们的法律制度 或者基本法都希望多些人认识 但是为什么 譬如你当时在大学里面 有没有曾经跟教育局 或者教育当局 或者甚至在学校里面 去谈一下 做一些工作 为什么这个空白期 好像这么长 这个可能我再答不了了 可能有问一些其他 比较熟悉有关情况的人 张教授做过议员 做过政府 好 我说的 其实今天讲法治和管治 管治和政治有关系 的确我觉得 香港长期 尤其是中学阶段 中小学也好 法治教育我们是不足够的 而不足够的 其中一个我认为 一个历史原因 就是过去将法治 法律这件事 是挺神话化的 就是说不太多人认识法律 你找律师 是吧 但是现在你在中小学 教国安法也好 教其他法律 有些老师都觉得 喂 我们未必认识的 我们不是专家 就是这个专家问题 那么这个是其中的因素 但是有些东西 其实可以比较普及一点 我觉得法律的普及 同样政治一样 因为刚才有陈文藝提到 我做过立法局议员 我回归前做过立法局议员 其实香港过去的法律条例 是不准学校讲政治的 直到大约是95年96年左右才修改 才容许讲政治 原因是因为在战后 香港的特殊情况 还有国共之间的斗争等等 甚至当时是不可以讲政治的 我当时读中学 我在国庆日 那时候因为我们学生 我们就说 我们十一又要庆祝 十相十日庆祝 被老师骂了 为什么要讲政治 你们不要读书 但是近期 我都接触到一些老师 或者在大学的教师 他们都感到有点迷茫 就是现在新环境 那能不能讲政治 能不能用以前那种方法去讲 或者国安法如何 我很同意 刚才陈文艺教授所说 因为国安法 在香港第一 它实施很短的时间 我们还没有一个真真正正 就是英文的Jewish Prudence 第一件案 还没有完成的上诉过程 对吧 也不可以用一件案 来说明一切 所以我们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有的就是文字上 法律是这样写的 我们可以尽量从一个法律语言的角度 去理解立法者的意图 也可以说 执法的时候 警察以这样的标准都可以讲 但最终整体的法律效果 还没有去到一个阶段 所以对老师 如果要讲国安法 真的很难讲 我相信教育局的那个文权 都存在有这些不足 如何讲国安法呢 是讲一个do's and don'ts 就是这些可以做得 这些不能做得 这样来到所谓讲述 如果这样讲的时候 我恐怕就是说 多数就是最好不要做 大家都不知道 don'ts可能很多 未必是真真正正全面 我就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当我们不清楚香港 国安法的实施 最终给到我们什么 全面一点的一个啟示 我们不妨去看国际 因为国安法全世界 每个国家都有 美国 英国 澳洲 日本 它都有国安法 到处都有 那我们就说 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性的 一个看法 就是说各地 它的国安法是怎样呢 有没有共通的地方呢 它执行上又怎样呢 这个都是一个知识的 一个增长 就是说令到我们看国安法的时候 不要只是受困于 因为我们发生了2019 2020的事 那里来主宰了我们看国安法 就是说每个国家 每个社会都很强调公共秩序 国家安全 这样的时候又怎样看呢 多些角度 有些好像陈教授所说 法律它和政治和其他都分不开 它不是一个纯粹法律的 就是合议的问题 它和大环境都有关联的 可能会比较全面少少去理解 好啊 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 再一次多谢陈文艺教授 和张炳梁教授两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